欢迎您回来 今天节目我们请到的嘉宾是 金道策略性投资分析师 伦柱德先生 再次欢迎您 我们再来关注到下一个焦点了 在周四晚上 欧洲央行是公布了利率决议 并且也是发表了声明 表示将会在年底之前结束QE 但是利率将会至少保持到 2019年的夏天不别 本周四 欧洲央行公布 6月政策利率会议决议声明 明确表示将在12月末 结束QE 每月300亿欧元的资产购买规模 将持续到9月 10月至12月的月度购债规模 为150亿欧元 不过欧央行也表示 只要有必要 将会对到期债券进行再投资 再投资将一直持续到QE 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 而利率方面 声明表示将保持利率不变 至少至2019年夏天 欧洲央行此次维持三大利率不变 符合市场预期 消息带动欧股周四收市整体造好 但欧元对美元急措 创两周新低 德意志银行全球外汇研究联席主管指出 之前预料到欧洲央行会宣布逐步退出QE 但没有料到会承诺 至少到明年夏天都不会加息 这是对欧元相当负面的形势变化 而会后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 在新闻发布会上做出相对均衡 并非明显偏鸽派的表态 他指出欧元区在实现通胀可持续调整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仍然有必要保持大量货币刺激措施 委员会会准备好调整所有政策工具 使用维持利率不变 至少至明年夏天的说法 是有意不精确表明时间段 亚太第一位是综合报道 好 我们来看到这个 虽然这个美联储和欧元行 都在昨天这个北京时间 是公布了自己的利率决议 但是我们也看到说呢 这次这个欧元行 好像这个语气非常的硬 他说我到了这个年底的时候 就可以来退出QE了 但是刚才我们在第一趴的时候 也聊过说 其实现在这个欧元区的经济来看的话 好像很多数据都不是非常的理想 所以他这个底气 是不是足够的强硬呢 您怎么看 我会觉得从欧元行的那个 公布德拉基的一个言论里面 其实我觉得市场的一个 投资者有点过度了 那就是说其实第一点 就是说从他的一个言论来说的话 只是公布了 就是说我们这一年会退出那个QE 然后在下一年才会去考虑 要不要加息 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言论的话 我觉得本身是一个非常 中肯的一个说法 那其实但市场可能会觉得 这样子的话 可能短期内就不会加息 但是我们回看就是说 其实经济的一个数据的话 也有会受到那个 汇率的一个影响 那短期来说的话 我们看到在过往可能两三个月 欧元相对来说的一个价值 比美元相对要低一些的 就相对来说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肯定会带动他本身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循环 那我会觉得就是说在 之后可能两三个月的话 欧元那个经济如果在这样子的一个相对比较低汇率的一个水平的话 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爆破力 那这个是这一点大家必须要留意的 那从他德拉基的一个言论 他只是保留所有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政策 货币的一个政策 按当时的一个需要去做一个不同的一个施政而已 并不是说他一定要去做什么一个动作 所以我觉得整个一个言论的话 并不是真的所说的那么鸽派 而且加上就是说最近的一个时间 大概都在谈论这个贸易等等这个问题 其实从一个政局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现在打贸易战 哪一个国家货币相对比较便宜的话 对他们越有利 所以整体来看的话 我觉得欧央行这一车的布局的话 相对还是不错的一个决定 因为那个汇率相对下调了 对他本身的经济带动的一个动能 相对比较高一些 而且给投资者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时间表 就是说我们这个年底 还有就是下一年才会加息 这样子的一些举动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正面的 那整体来看 我个人看还是欧元相对来说 还有上涨的一个潜力的 也就是说这个节奏 还是比较适度的这个欧元行的采取的一个方式 您提到这个欧元的话 我们就来说这个欧元 因为欧元呢 之后我们看到是先升后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它之后有没有可能会破这个1.20的关口 其实呢 在短期内 因为它先往上涨的话 可能在1.18左右 然后左右就往下调了 那调到今天的话 可能大概在1.15左右 这个水平已经站稳 那如果说后续的所有的一些经济数据 还有就是说国际的一些事件 比如说贸易啊等等 各方面能够跟美国协偿好 或是跟其他的一些贸易协议 比如说跟我们国家能够也谈好的话呢 那基本上欧元的话 还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爆破例 但是先看的话 1.18这个关口 然后再看看能不能再往上去突破1.20 这样子会比较好一些 之前呢我们一直都在说这个在去年的时候 其实是提到说这个欧元的涨势还是不错的 但是这个今年我们看到欧元是比较的疲弱 那所以在接下来如果这个投资者在选择自己做投资的时候 欧元是要避开吗 还是说其实可以趁现在这个比较低的时候先吸纳一些 我觉得呢就是说如果从一个长远的一个角度 可能三五年的一个规划的话 现在来说欧元算是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水平 可以考虑吸纳 但是如果说有一些投资者可能在短线去考虑做投资的话 暂时来说政局还有经济面不是特别稳定 那导播再多等一下可能会好一些 我们好来说说这个特朗普 特朗普呢现在又在希望可以来破裂到这个德法的 这样的一个结合这样一个结盟 所以在最后来的话我们看到说这个欧洲的资产 因为刚才你也提到说德国其实是欧洲经济的火车头 如果说真的导致破裂的话 这个欧洲资产会不会受到什么样比较大的打击 我个人觉得肯定会的 但是这个计划能不能成功是另外一回事前 因为只是在过往一段时间 法国跟德国的一个关系相对来说 跟美国相比的话肯定是比较要好 而且两国是相连的一个国家的话 在同一个欧盟的一个成员国 他们能够有一个说话权的一个情况下 他没有必要去跟另外一个州份的一个国家去做一个联盟 所以如果说要打破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的话 短线内我觉得可能性非常非常低的 当然就如果说是可以继续结合下去的话 结盟下去的话肯定最整个的经济还好 但如果说就像您说的真的最后这个特朗普得逞的话 可能真的是会给全球的金融带来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那另外我们再来说到这个欧元区当中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直提的这个英国 那么之前在一直在说英国退欧的事件 那么最近好像大家稍微有一点点淡忘了 那来看到英国自身的一个经济的发展的这些数据也是一般般 所以在接下来这个英镑会怎么走呢 我个人会觉得英镑的话 应该说除了英镑以外 全球所有的一些主要的一些国家的一些货币的话 我们从过往一年多的一个评估到现在这个发展的话 我觉得从上一年的一个高位跟低位 现在刚好所有的都在中间价 那我会觉得现在主要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因为是贸易战的一个有可能会打开的一个原因 因为每一个国家如果说现在的一个货币 相对比较怎么说呢 比较贵的一个情况下 那肯定对贸易不是特别理想 那英国在它本身的一个时间表 在这一年会跟欧盟去做一个脱欧的一个动作 去谈判 应该说最近的话都算是已经有一点点的一个落实了 不过还有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了 但是在谈论所有的一个贸易的一个情况下 哪一个国家的一个货币相对比较低的话 相对来说还有它本身经济好的话 才会有一个谈判的一个筹码 那所以以现在英国的一个数据来看的话 对是没有特别的好 但是如果它那个汇率相对在相对低的一个水平的话 它能够协商的一个条件就会相对比较不错了 好我们来说到日本了 转向这个亚洲 日本在本周也是公布了这个利率决议 但是之后这个日央行要怎么来决策 他什么时候来退出这个宽松政策 是不是也直接就决定到他这个日元的走势呢 我觉得的话这个日元的话 走势跟其他国家完全可以分开来说 那第一个就是说日元本身 它的一个日本是本来依赖出口的一个国家来的 那其实它汇率相对比较贵的话 对它来说一点好处都没有 那以现在的一个避险需求相对来说也转到黄金去 那基本上我觉得日元的话 在年内的话应该是在108到114 这个区间里面去徘徊的一个机会相对比较大一些 应该没太大的一个动作可以实施了 因为它再去做量化意义不大 那它要收紧货币政策也不太可能 应该是在区间去徘徊的一个可能性比较大一些 也就是说这个日本无论是在这个是否要退出宽松 还是说它这个日元的走势 其实跟其他国家都可以一分为二来看了 因为它们比较特殊一些 好的 谢谢Andrew的分析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结束了 再次感谢伦祝德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 那么更多的资讯呢 请留览1TV的官方网站以及微信公众号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